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专业手 本期内容我们依然为大家介绍一些处在早期且具有一定潜力的项目 在视频开始前,需要提醒的是 所有内容均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如需了解强情,欢迎一步至项目方官网了解更多内容 MOLAN生态最近的动作越来越多 先是透露测试网即将上线的消息 最近又公布了三个生态内项目的融资信息 这次融资信息正好发布于测试网上线之前 为用户带来额外的MOLAN生态参与机会 这些为MOLAN官方转推的项目具体是哪些赛道 现在又有哪些参与机会 本期视频将为你速览三个项目 1.流动性质押平台 APORI APORI是MOLAN生态上由MEV驱动的流动性质押平台 只在通过开发新的MEV和流动性质押架构 来优化MOLAN的网络性能和用户体验 创新的概率校验设计极大地减少了延迟 最大限度地适配了MOLAN的高性能 本次APORI公布了由Pantara领头的800万美元总资论融资 加上此前公布的270万美元PRE种资论融资 APORI总计融资已经超过1000万美元 从官方信息来看 团队成员来自专业交易领域 创神Ree曾就职于Jump Crypto和Flow Traders 也作为生态贡献者参与了Peace Network建设 Cofounder Olivia Z 之前曾任职于The Coinbase做高级软件工程师 因为Kinoni之前也曾就职于Jump的缘故 所以市面上也有传闻 Jump相关的项目可能会有概率获得空头 不过也只是传闻 当前用户可以参与官方发布的第一个社区任务 只在推特上发布与APORI相关的创业文章 视频、咪咪或者研究文章 并标记APORI 将链接发到官方指定的Score频道里面 Utel推文会被采纳 并赋予创作者特殊的肉 2. 流动性质押协议 Kinsu Kinsu是Moland生态的流动性质押协议 试图解决传统POS质押中的流动性问题 为用户提供更灵活更有价值的质押方式 让用户能够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同时 充分活用自己的资产 Kinsu 一词源于日语词汇 Kinsuji 是一种日本传统的修复破损淘气的艺术形式 就像经济修复破碎的淘气一样 Kinsu 被描述为修复流动性断裂的金线 旨在修复区块链生态系统中的断裂 暗示Kinsu协议能够解决POS 区块链网络中的质押和流行之间的矛盾 Kinsu本次官宣融资400美元 由Castle Island Ventures领头 当前可以参与Kinsu的迎合任务 同时项目为社区成员提供大使和OG角色 通过创作MIMI 分析项目数据 或为项目开发做贡献 来获得不同的大使角色 在社区通过正常方式活跃的用户 35级可以获得OG角色 详情可以参考官方文档 3.去中心化订单簿交易所 Crew Exchange Crew Exchange是Molan时代上的 去中心化订单簿交易所 本次披露的是由Electric Capital领头的 200美元总资的融资 值得一提的是 Molan CEO Keoni Home也个人参与了Crew 当前Crew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 现在官方只公布了官方Discord 而且现在Discord暂时关闭ROAD名单 可以先进入频道等待再次开放的消息 目前来看 这次公布的几个Molan项目的投资任务都很好 不仅有明星机构 还有许多业内知名人士 以个人名义参与 Molan本身就是非常注重社区的力量 社区成员也多次得到其他项目的空头奖励 作为Molan生态的原生项目的 Aporary Kinsu和Kuru的社区成员 含金量也不容小叙 在Molan测试网未上限之前 通过参与生态项目 也是一种交互Molan的好方式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钻石塑定 如果你觉得我们内容对你来讲 有价值有帮助 欢迎点赞和订阅我们频道 再次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一期再见